哈喽大家好 那么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啊 我们就要一起研究一下强化学习 那么什么才是强化学习呢 这里啊 先给大家举这样两个简单的小例子 嗯 在去年啊 就是这样一个16年3月份的时候 然后呢 有这样一个事情 AlphaGo啊 和李适时进行了一个比赛 然后呢 AlphaGo啊 是不是把李适时给赢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AlphaGo啊 它的一个算法 就是它的一个核心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啊 这个AlphaGo 它最底层最核心的一门技术啊 就是这个强化学习 然后呢 就是说啊 咱们再来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啊 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一个吃豆的游戏 在这个吃豆游戏当中啊 是不是说 我们要让用这个啊 长大嘴的 这个可以吃豆的东西 然后呢 把这些豆瓦都能够吃到手 还要躲避一些这些鬼啊 那么这个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在吃豆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咱们人类去玩的时候啊 我可以看到 有些豆豆是我要去吃的 有一些鬼是要让我避开的 那如果说我让机器去玩这么一个游戏 机器能玩得起来吗 或者说 这个AI啊 这个人工智能 它能够会玩这个游戏吗 其实啊 也是可以的 最后呢 我们也会做这样一个小游戏出来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 关于强化学习啊 它的一个应用 以及呢 它的一个技术啊 它的一个作用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先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啊 给大家非常形象的来解释一下 强化学习啊 从头到尾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说 我现在啊 是明天是去打球呢 还是学习呢 我要进行一个选择啊 可能来说 我明天有可能去打球 也有可能去学习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啊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用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去解决 那它不就是一个经典的二分类问题吗 对于这样一个二分类问题 它是去打球还是去学习 传统的做法是不是说 我们先要看一下啊 咱们的一批历史数据 然后啊 在这样历史数据当中去找一下 明天啊 可能对应着一些情况 然后呢 这些情况啊 就是咱们的一些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最终得出来了 最终得出来了 什么样的一天我去打球 什么样的一天我去学习吧 这是对机器学习来说啊 我们该怎么样进行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 但是呢 在强化学习的视角当中 我们就不是一个分类的任务了 它会啊根据我们明天的一个状态来进行一个学习的 什么叫明天的一个状态呢 咱们再接着来往下去看 比如说啊 明天我不是有两种可能性吗 要么去学习 要么去打球 然后啊 根据这两种可能性 我制定了一些规则 比如说 现在啊 我制定了 就是说 如果说啊 明天我去打球了 那可能我会受到一个惩罚 就是受到一个惩罚 就是说 我得到了一个负的分数 如果说明天呢 我在家学习 我得到了一个正的分数 我得到了一个奖励 那么这个强化学习啊 这个内部的机制 就会去算这样一个东西 明天你去做了一件事 然后呢 你做完这件事啊 对应着一个结果 对应着一个奖励 或者是对应着一个惩罚值 那么这样一个奖励 或者是惩罚值啊 就像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的这个模型 就会学到了 如果说我会学习 那么我可能会有一个奖赏 如果说我出去玩了 去打球了 那我可能会受到一个惩罚 其实啊 在这个强化学习的视角当中 明天去干什么 其实呢 并不是光有这两种选项吧 我们也可以对 明天啊 干什么有多种选项 比如说我是打球呢 还是上巴呢 或者是学习呢 还是上学校呢 我可以啊 选择很多个 就是选择很多一些分支 就像是 咱们在这个吃豆游戏当中 我可以往左走 往右走 也可以往上走 也可以往下走吧 我可能有很多种的选择方式 然后呢 对于每一种选择方式啊 我当我选择走这么一步 比如说 当前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下一次啊 我是到了这个位置 我吃到了一些豆 我往右走了 我吃到了一些豆 那是不是我会获得一些奖励啊 那假设说啊 刚才是往左走 然后假设说呢 我往右走的时候 我撞见了一个鬼 是不是说 我就会遇到一个惩罚呀 所以说 在强化学义的世界当中啊 我们明天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当前这个阶段是不知道的 我们需要实际的去走这么一步 走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跟环境的一个交互是怎么样 然后来会去说一下 我现在是受到了一个惩罚 还是受到了一个奖励值 那么这块呢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阿法购啊 对于这个阿法购来说 我下一步不是要下一步棋吗 下一步棋 我该怎么样去下呢 我就会根据我历史的一些尝试经验 比如说我在历史 我给他大量的棋谱进行训练 他在这个棋谱当中就会学到 对于当前的这个状态 比如说这个棋谱已经摆好了 在当前这个状态 我把这个子下在什么样的位置 会使得我最终得到的一个奖励值最大 最终奖励值呢 就是意味着我会取得这个胜利 子落在哪 我会取得胜率的概率越大 我就会把这个子啊 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强化学习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对于明天 对于下一步 我该怎么样进行走呢 是根据我的一个历史的经验 在这个历史经验当中啊 我可能走这一步 我可能较大概率获得一个奖励 那我就走这一步 如果说我走另一步 较大概率获得一个惩罚 那这一步我就不能走了吧 也就是说到底该怎么走 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惩罚和奖励的机制 这个机制决定着你下一步该怎么样去走 那么这个就是强化学习啊 它的一个 举了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那么其实呢 这个强化学习啊 它的系统 它没有像许多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一样啊 告诉了一下 咱们该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而是说我必须在做了一些尝试的之后 做了一些尝试 比如说在这里我尝试了去学一天洗 然后我的父母啊 给我买了一些糖吃 给我一些奖励值 我知道了啊 我去学习的情况下 我会获得奖励比较大 那当我去打篮球的时候呢 回来被一顿揍 是不是说我这种情况下 我就会受到一个惩罚呀 所以说这个强化学习 是在咱们尝试之后 我们会发现哪些行为 会使得我的奖励 获得一个最大化 我的目标呢 就是说我要朝着奖励 最大化的一个方向进行前进的 而且呢 这里啊 还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当前的行为啊 并不光能影响我的一个 及时的奖励 还会影响我之后啊 所有的一个状态 所有的一个奖励的合到 比如说啊 咱们对于一个学期来说 这个学期我第一天学习 第二天也学习 第三天也学习 是不是说每天我都在学习啊 那可能我第一天学习 他的一个学会的东西 会对我第二天学习 产生一些帮助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当前的行为啊 不光能够影响 咱们及时的一个奖励 还会影响咱们下一步 以及后续所有的奖励 那么这一块 就给大家先举例说了一下 咱们的一个强化学习啊 大致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一会儿呢 咱们还会更深入的进行讲解到 当咱们啊 讲完了这个强化学习啊 一些最基本 最核心的概念之后啊 咱们会做一些小的练习题 那么最终呢 我们还会啊 有这样一个项目 首先啊 给大家来看一下 咱们最终啊 要做的一个项目啊 它的一个效果 是长什么样子的吧 给大家先来运行一下 最终呢 我们会做这样一件事 在这件事当中啊 我们就要用强化学习 训练出来一个模型出来 那么这个模型啊 就是这样一只鸟啊 我们看现在这里有一只鸟 我们要让这个鸟 做一件什么事啊 这个鸟就会学习到 对于哎 这样一个任务 比如说当前任务就是说 这个鸟应该怎么样去飞 它能够掠过这些障碍物 那么其实啊 就是说啊 让AI自己去玩这个游戏 最后呢 咱们会啊 有这样一个大项目 在这个大项目当中呢 我会带大家一行代码 接一行代码 完成这样一个实验 最终啊 大家也可以自己做出来 这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 让AI自己去玩游戏 通常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 叫做一个DQN 就是一个DeepQ Network 大家呢 可能现在啊 对它还不是很熟悉 一会儿呢 咱们会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步一步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样用强化学习啊 一步一步帮咱们 完成这样一个比较实际的任务 这个啊 就是咱们最终啊 要完成的一个啊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项目 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我们可以学到啊 很多关于强化学习 以及深根 在这个项目当中啊 我们会学到很多啊 就是这个强化学习 跟深度学习 在这个项目当中啊 我们就会学到很多啊 关于强化学习 怎么样跟深度学习 和神经网络 进行一个融合 在这个 在这个项目当中啊 我们会学到很多啊 关于这个强化学习 怎么样跟这个深度学习 以及神经网络搭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呢 强化学习 不单单是一个积极学习的算法 通常啊 我们可以把强化学习 跟神经网络 以及深度学习啊 都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